我是家福中心的自立青年 现在是警察 谢谢你们肯定的帮助 影片中的每个人 都是曾经在求学阶段 受到家福辅助的自立青年 如今就职在社会每个角落 其中台上这位女员警 2015年考取四等警察特考班 如今就职迈入第六年 目前在田中分局服务 特别到场感谢 曾经帮助过她的助学人 之前在国中到大学的阶段 接受家福中心的帮助 有领过他们的大专注学金 所以今天有出席记者会的机会 我就延后上班来参加这个活动 看到熟悉的老师跟主任 都感觉到很开心 今年度彰化佳福儿 共有34位考取国立学校 其中硕士班有5位 国立大学有21位 明星高中有8位 特别的是国立大学新生中 有两位分别考取台大医学系 以及阳明交通大学医学系 打破彰化佳福红榜记录 最重要的是 我们总共需要的一个 一个助学金的 来帮助这些没有能力 缴学会的这些孩子 差不多要七八百万 那七八百万里面 我们扣掉了一些 我们总会的补助 我们可能还要400多万 号召民众一起捐款助学金 帮助在逆境中 能努力上进的佳福孩子 能够翻转他们的人生 新唐人亚太电视 叶喜红台湾彰化 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